欢迎来到我们的澳洲简报节目 今天的新闻内容丰富多彩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凯特·米德尔顿在温布尔登男子决赛上获得了全场起立鼓掌 这是他自宣布癌症诊断以来的第二次公开露面 他与女儿和妹妹一起坐在皇家包厢 并在颁奖仪式上祝贺了获胜者卡洛斯·阿尔卡拉斯 获得了来自诺瓦克·德约科维奇的称赞 接下来 我们来到新南威尔士州的利斯莫尔 一位青少年创建了一个名为Love More Queers的安全空间 专为当地的Lugabitia家青少年提供支持和归属感 这个由青年主导的社交空间 旨在让这些年轻人感到安全和被接受 最后 建筑、林业、海事、矿业和能源工会的维州分会 应涉嫌不当行为将被接管 独立调查即将展开 一位知名律师将负责监督这一过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威尔士公主凯瑟琳在温布尔登观看男子决赛时 受到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欢迎 这是他自宣布癌症诊断后的第二次公开露面 他与女儿夏洛特公主和妹妹琵琶马修斯一同坐在中心球场的皇家包厢里 观看了卡洛斯、阿尔卡拉斯战胜诺瓦克、德约科维奇的比赛 赛后穿着温布尔登官方颜色紫色连衣裙的凯瑟琳公主履行其作为全英俱乐部赞助人的职责 颁发了奖杯 他向阿尔卡拉斯颁发了冠军奖杯 这已经是他击败德约科维奇后获得的第四个大满贯头衔 凯瑟琳公主还与场上的球童们握手 并与两位球员交谈称赞阿尔卡拉斯的出色表现 德约科维奇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能够再次见到公主是他的荣幸并对他的健康状况表示欣慰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洛根在意识到自己不喜欢女孩后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出柜过程 他最初害怕他人反应 但在最好的朋友理解并支持他后 逐渐获得了向更多朋友和家人坦白的信心 最令他紧张的对话是与父亲的 但父亲简单的一句 这并不改变什么让洛根感到温暖和支持 像洛根一样 杰克斯在澳大利亚偏远小镇的出柜经历也是积极的 他们决定在北新南威尔士州的利斯莫尔 创建一个为年轻库尔提供安全空间的 Lovemore Queers社交空间 杰克斯希望这个空间能让年轻库尔感到安全和自由 北河地区 洛根基基亚加社区团体 Tropical Fruits的总经理亚历克斯托尼表示 杰克斯的倡议延续了社区支持的成功传统 为年轻库尔提供了宝贵的同伴支持 尽管洛根和杰克斯的出柜经历是积极的 但并非所有年轻人都如此幸运 许多年轻拉卡普提依亚家人群在学校和家庭中仍面临支持不足的问题 悉尼《尘封报》报道 维多利亚州科夫莫分会将被接管 科夫莫全国办公室将接管所有高级权力 全国秘书扎克·史密斯表示 他将利用新权力任命一位顶级律师独立调查维多利亚分会的指控 史密斯强调 科夫莫对犯罪行为零容忍 并将清除任何涉及犯罪的代表 尽管维多利亚分会在维护工人安全和权益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最近的指控需要前所未有的回应 史密斯表示 工会在一个艰难的行业中运作 工人每周都会受伤或死亡 而一些不良开发商和承包商却横行无际 科夫莫将毫不妥协地清理发现的任何不当行为 因为蓝领工人依赖工会的强大和有效性 此次接管决定是在时代报 悉尼尘封报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 和60分钟联合调查 揭露高级摩托帮成员和罪犯 被安排进工会高薪职位后做出的 华盛顿邮报报道了 拉斯维加斯王牌队与华盛顿神秘人队之间的一场激烈对决 比赛中 王牌队的两届WNBAMVP得主 Ira Wilson与神秘人队的Ariel Atkins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对攻战 尽管Atkins创下个人职业生涯新高的36分 距离Elena Del Don的球队记录仅差一分 但最终王牌队以89比77逆转获胜 Wilson在第三节末段罚球时 观众席上响起了MVP的呼声 他全场贡献了28分和17个篮板 神秘人队在第一节以31比20领先 但在第二节表现不佳 半场仅以43比40领先 下半场 王牌队以49-34的比分完成逆转 Wilson在第三节读得14分 尽管Atkins在第三节也有11分入仗 但神秘人队在第四节未能追上比分 最终遗憾落败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日本国防部宣布对超过200名高级官员和军人进行纪律处分 原因是处理机密材料不当和其他不当行为 7月12日的这一宣布可能会削弱东京在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时 与美国和其他伙伴更紧密合作的努力 调查发现38艘驱逐舰和潜艇上存在机密信息处理不当的情况 但没有敏感信息泄露 防卫大臣岸信夫为此道歉 并表示将迅速采取预防措施 以恢复公众对国防部和自卫队的信任 岸信夫还宣布放弃一个月的薪水 并承诺在他的领导下迅速重建国防部和自卫队 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环境 雅虎美国报道 克利夫兰守护者队在2024年MLB选秀中 以第一顺位选中了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二类手Travis Bassana Bassana是历史上首位以第一顺位被选中的二类手 他以电光火石般的挥棒速度和对机球的深刻理解而脱颖而出 作为大三生 Bassana打出407的打击率 全国第八 1.479的OPS 28支本雷打和66个打点 并且在大学期间累计66次到雷 尽管他的臂力可能限制他在防守端的位置 但他的速度和范围使他在二类上表现出色 未来可能会转战外野 Bassana的选拔主要是因为他的机球能力 他在大学期间已经展示了用木棒机球的经验 并在2021年西海岸联盟赛季中获得MVP荣誉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澳大利亚二类手特拉维斯巴扎那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选秀中被克利夫兰守护者队选为状元 巴扎那今年21岁曾经是板球 橄楼和足球运动员为了追求棒球梦想 他搬到美国在俄勒冈州立大学打大学棒球 本赛季他击出打击率407 28支本雷打和66个打点 表现异常出色 《悉尼晨风报》指出 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二类手特拉维斯巴扎那被克利夫兰守护者队选为MLB选秀状元 这也是澳大利亚历史上首次有球员在选秀中成为状元 巴扎那今年21岁曾是板球 橄榄球和足球运动员来到美国后 在俄勒冈州立大学打棒球 本赛季他击出打击率407 28支本雷打和66个打点 根据2012年开始实施的奖金池系统 今年状元的选秀位置价值为1057万美元 约合1560万澳元 克利夫兰队是通过去年12月的一次加拳抽签 获得状元签的 尽管他们只有2%的机会 棒球专员罗伯·曼弗雷德 在现场大约2000名观众的虚声中登场宣布选秀结果 美联社报道 澳大利亚二类手特拉维斯·巴扎那 在周日晚上的MLB业余选秀中被克利夫兰守护者队选为状元 巴扎那曾是板球 橄榄球和足球运动员 为了打棒球来到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 本赛季他击出打击率407 28支本雷打和66个打点 今年状元的选秀位置价值为1057万美元 克利夫兰队是通过去年12月的一次加拳抽签 获得状元签的 尽管他们只有2%的机会 其他选秀中 辛辛纳提队用第二顺位选中了 维克森林大学的右头手查斯伯恩斯 科罗拉多队用第三顺位选中了乔治亚大学的三壘手查理·康登 康登今年打击率433 37支本雷打 获得了金次奖 棒球专员罗伯曼弗雷德在现场大约2000名观众的虚声中 登场宣布选秀结果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